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牽動國際能源市場 就是因為俄羅斯身為世界第三大石油生產國 怕爆發能源危機 加上美國跟英國又進一步宣布 不再進口俄羅斯原油 讓油價越飆越高 國際油價應聲飆漲最新西德州終極 原油期貨上漲3.6% 每桶爆123.7美元 布蘭特原油上漲3.9% 每桶127.98美元 創下2008年以來新高 國內原油進口價曲線也不斷向上 2月9號西德州一桶89元 布蘭特一桶裁約95元 到了3月8號西德州一桶 已經來到123元 布蘭特一桶134元 短短一個月主要兩種油品 就差了將近30塊 平均一天大概是76.4萬桶 那所以油價每漲一塊錢 那對我們的負擔就是增加 這個一天的負擔 那就蠻大的 那所以國際油價的上漲 對於國內油價 沒有辦法大概都會 會因應成本的增加 那會上漲的 國際油價波動劇烈勢必影響到臺灣 雖然目前臺灣進口油品 百分之四十 採取隨機採購 百分之六十採取長約制 一年換約一次 但這是保量不保價 所以還是依照現貨加進口 進口來源大約有十四國 中東地區超過七成 美洲地區將近兩成 西北地區也有百分之一點三三 其中並不包括俄羅斯 但就怕英美抵制之後 捲往其他地區搶油 影響到臺灣供應 是有這種風險 但是短期之間應該有困難 而且不會發生 因為就美國來講 它本身也有產油 也有從別的地方進口油 有四百五十萬 是出口到歐洲的 歐盟的為主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歐洲如果要減少 圖案件要減少四百五十萬桶的油 那是有困難的 專家分析確實有風險 畢竟長期來看 未來各國可能都會慢慢減少油 氣對俄羅斯的仰賴 加上臺灣雖然採購分散 但一年才換約一次 可能也會受到衝擊 全球能源市場都被擾亂 目前國內油價已經飆到七年新高 九二無線汽油飆破三十塊 來到三十一點三元 九五來到三十二點八元 加上未來可能的搶油大戰 消費者恐怕得做好準備 油價證實回不去 都沒想過 席 萬五 六